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最新的一些国际重要新闻 老师您早 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 我们首先把目光 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九合一选举 大家也许会问说 为什么明明这是台湾的事情 为什么会有国际新闻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形势 好像国外的媒体 也应该很重视 可不可以请老师告诉我们 这一次九合一选举 在上个礼拜六 这样一个选举结果出炉之后 外国媒体对台湾选举的 这个报道跟重视的程度如何 对 我想这次 这么九合一选举 当然不管说我们国内 还是国外 大家在选之前 大概国民党在一些 现实败选是 大家都可以预期的 但是差这么大 差这么大 这个是国内国外的这些 这些观察者都觉得很震惊 所以你可以看国外的讲说 国民党惨败 惨败 而且都尽相报道 所以不管是从29号的选举 到江一华院长的辞职 到马英九主席辞掉党主席之职 对 他今天早上要辞掉党主席 今天的中常会 国民党中常会 对 所以他每一个阶段都有报道 大家报道的一个关键 当然就是 当然讲到很多 也访问了很多台湾的学者 他讲的理由 当然包括施案的问题 包括平民的权贵等等 但是当然国外最关心的 当然是两岸关系 包括从日本到美国 欧洲新加坡 都是这样子 因为如果照着这个趋势来讲的话 那么很显然就是 很可能2016年是民进党会执政 那民进党如果执政的话 那他们所接手处理两岸关系 当然就没有国民党这么贤熟 而且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大家在担心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像民进党 如果他们觉得说 他们将来有机会执政的话 那么这段时间 他们必须很清楚的去 厘清他们的两岸政策 不能 必须让每一个人都放心 不然的话 这东西很难搞 那所以我就看到说 那当然你说像中国大陆方面 也是非常小心的评论 但是像他的一些网站 像搜狐啊什么 昨天他头题就讲说 马亦就辞党主席嘛 对 就大家也非常非常的关心 说这个辞党主席 然后其实最根究底 就是两岸关系 因为其实你说 这个台湾内部的 你说食安问题啦 或者说什么 其实对国际上的影响 并不是特别大 对啊 对因为你台湾的 比如说就算台湾有这个 平民庶民对权贵 或者台湾说怎么样 但他们就讲说 很多人特别报道 就是说很多台湾人是觉得呢 从香港的战中 北京跟香港的关系 那当然让一些台湾人 觉得有点不放心 那么那也有人是觉得说呢 国民党执政的 跟中国大陆走得近 但是呢 好像是对某一些企业 或有钱人 有获利 是 那可是其实从我们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今天在这里有一些落差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起码我们自己 你说对两岸关系 可能有影响 有一点 但是这总是地方选举嘛 你说一次地方选举 就对两岸政策有什么影响 其实我们从国内来看 是不会的 而且我们觉得这次 这次所 你看这次选举 所代表的意义 就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解读 每个人都往他自己 想象的方向去扩大 去解读 那有的人说 这是蓝绿板块的一个崩解 其实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不一定 我觉得这要看后面的发展 柯文哲是非常少有的一个现象 但是柯文哲之后会没有另外一个素人 说我也学柯文哲一样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 那么 所以柯文哲自己也讲清楚 国民党自然很多实力都还在嘛 你真的要选举的时候呢 真的要2016年选举 那绝对还是蓝绿对决嘛 你说你今天我出来一个第三势力 说我要选中华民国总统 我看也很难 所以每个人都是从他自己方向去解读 这个是怎么样 那么其实我们就觉得 为什么国外会每一个国外的媒体 都是往这样去解读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现象 因为他们都是觉得 哎呀 大家讲两岸关系怎么办 两岸关系怎么办 那可能民进党的朋友也会觉得 没那么严重 我们也会处理的很好 为什么大家都很担心呢 其实关键就在于 一个是民进党过去 他们两岸关系讲不清楚 二则是 现在就是台海之间可能 因为好不容易有的这个和平 会不会因此而破坏 也是大家所关心的 我们晓得国外这些媒体 国外的观察家 他们看 他们关心什么 那我们也晓得 那我们以后要怎么去 应应这个这样的一个国际情势 会不会是 可能接下来应该要重点 要看这个民进党的党主席 蔡英文 怎么样在两岸关系上 会有一些新的论述 来说服广大的选民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值得观察的 对 因为你说其实 其实两党之间 有多少差别 那么其实都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 也就是在统独而已 这次很有意思 这次你可以看到 平常我们看到的统独 那么当然 从正对光谱来讲 它是一个 比如说左派右派 它是一个横的一个光谱 那么 柯文哲打的是说 艾布庶民对权贵 它是一个重的一个结构 它是一个阶级的 所以台湾选举的一个基调 到底是横向的水平的结构 还是纵向的垂直结构 那么柯文哲就是讲说 one city one family 而且我们就是专心把市政搞 所以他就是说 就是他把它就是 他以庶民对抗权贵的这种姿态出现 所以他是一个 我觉得是把 他把台北的这个选举的这个基调 转上成一个垂直的 一个节省式的 那可是国外不这么想 国外还是 不会这么想 水平的角度来看 同啊 赌啊 还是从这角度来看 所以可见 那反过来讲说 如果将来 假如民进党的大陆政策 能让人变得比较放心一点的话 那他们就会 也许台湾的选举 也许他们会报道 但也许没那么样的 报道那么大 或者是因为两岸关系 不会因此而变坏 或者是说 他们就会重点 转到垂直的结构 我们到内的问题 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 蔡英文主席 其实或者整个民进党的上下 他们也负一个 很大的一个责任 很重要的功课要做 就是迈向2016以前 如果你真的想执政的话 两岸关系搞不好 你这个执政 也是执政的一半 你handle不了 这整个大的一个环境 没错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 刘碧荣时间 这个单元里面 为您访问 东吴大学政治系 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 跟大家分析一下 九合一选举之后 外国媒体对于台湾的选举的 报道跟重视的程度 还有关注于哪些议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焦点挪到香港来 在昨天 就是已经僵持了两个多月的 这个香港战争行众 有了最新的发展 我们要请刘老师告诉我们的行众 有怎样的发展 那么当然我们晓得 这个香港战争行众 当然就是最主要就是 战中三次 他们决定 他们要停止 他们是觉得说 要长期的抗争 所以他们决定说 那我们自己就停止 停止这个抗争 那么 但是学生不敢 对 这两个学生的这个组织 好像觉得 我不买单了 要自首你们去 对 他们是说 因为他们晓得 这个战中三次表示 从礼拜一开始 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的香港的这个 行动是有变化 就是他们各自警察的 这个开始 比较用的 暴力的或者武力的方式 强制的去离清场 那清场 那么一般报道 就看到是说 梁振英在 就是说港府在这时候 他站在一边 他让法院跟 这个司法跟执法单位 来处理这个问题 梁振英还到韩国 就韩国的创意产业了 他不见得在香港 但是梁振英很明白 讲这东西不可能改变 就是你说 这个珍普选的什么 其实我们从外界也看 我们也知道 这不是一个 梁振英给得出来的东西 所以这个香港的战中 其实是比较没有策略的 我觉得应该要分阶段 但是这些小朋友 就说我就要干到底 我就要绝食 那就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 这里面有分裂 就是这里面有世代的差别 是 比较 比较 战中三子 他们 觉得自首 他们觉得 他们比较 就是说 要让大家知道说 这是一个长期的抗争 是 他们比较成熟 也比较有策略 或者想法 年轻人就是 这火已经烧起来了 十几十八岁 十九岁 这年轻人 我管你的 难干 我就是 我就跟你干到底了 所以这个 这个 这gap 其实 就是你就 就对应照到台湾的来看 其实台湾的这选举 也有很多人 就实际上有问我说 你看 年轻人的投票 跟比较老一队人的政治态度 好像中间有差别 是 有gap 那么香港显然也是 对 就包括在民主运动 或者说是 普选的运动上 就是操作的方法上 他们也感觉不同了 是 所以老师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下结论吗 也就是说 这两个多月来的 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 到现在为止 应该是说 会慢慢慢慢 无疾而终吗 还是说 他就 戈然而止了呢 如果就这样子 这可以分两头来看 从香港内部来看 这个慢慢走了以后 就没有气了 因为你真的 一直没有效果 二则慢慢的 你就受到 一般的老百姓 觉得讨厌 你破坏了交通 妨碍了什么经济 那么或者说 你们都没有策略 你们小朋友 这个想法 也太毛躁 太激进 慢慢慢慢的支持 逐渐逐渐的下降以后 这个活动 就没有效果了 虽然我们晓得 常会长期抗战 但是 但是他这个活动 就是 就是你的这个气 或者后面的能量 就没有 这是香港内部 可是问题是 香港当中 我们看到国外的报道 来看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后面 就是最 不是为什么中国大陆 非常紧张 跳起来 就是这个 最近跟英国在吵 就吵这个事情 中国一直觉得 外面有外国的力量 那么就英国的 下院的议员 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他们一个 几个人 要进到香港 那英国人用的想法 就是说 1984年 中英联合声明 那叫做 就是达成的协议 香港一国两制 那是你中国 跟我英国达成的协议 说一国两制 你现在没有 原本一国两制 那是不是 你没有遵守 你跟英国达成的协议 所以他们的人说 我来调查 看看一国两制 有没有在这边 获得执行 那北京就跳起来 调查 你有没有搞错 那是我主权的问题 所以就不让这些英国人到香港 他们说 你不是为了好的良善目标 你来调查 这是挑衅 那么当然你可以发现 当然香港 英国首相卡麦隆就说 哎呀 你中国不让这些议员去 是错误的 这是没有建设性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样吵 那中国就解释说 你英国人得吵什么 那么其实我倒觉得 这里面还有一点 就是以前 就是在香港 尤其是西方报纸 或者媒体也公布出来一些旧的档案 说事实上 1950年代的时候 那么英国就曾经想让说 香港像新加坡 什么一样有民主 但是中国是反对 中国是如果你让新加坡 香港和新加坡 这样的直选 这样的民主的话 那我解放军就进去了 所以国际上就讲 所以中国其实早在 就有前科的 就是在50年代 你就全力防止香港民主化 那可是就中国的角度 当然不是这样解读 那你那时候把香港当成新加坡 什么这样子民地 你是让它独立 你是让它从中国完全分出去 如果像新加坡这样的独立以后 那么将来中国怎么收回香港呢 所以就中国是从民主主义来解读 西方是50年以后呢 是用民主角度来批评中国 那中国当然觉得 你这个批评的功夫 后面是有阴谋的嘛 所以当中国大陆认为 国际上英美之间的一些人呢 他们想插手香港的时候 所以这个事情就完美了了 所以它不只是 它里面有港独的问题 有民主的问题 有外国势力 不管真的假的 有试图要去介入的问题 所以这是让香港的问题 你说是不是无疾而终 不了了之呢 可能到时候的火还是烧不完的 老师我突然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问题 想要请教你 有关于刚刚我们所讨论到的 这个台湾的九合一选举 接下来大家关注 就是未来的两岸关系 不管是谁执政2016 好这个香港的问题呢 也困扰了中共 好那假定 一到十 一到十是 十是满分的话 我想请您来告诉我们 您认为两岸问题 台湾跟大陆的问题 还有就是香港跟大陆的 中间的这些冲突 对于中共来讲 它care的程度 或说它困扰的程度 分别是多少 我这样讲 如果说它比较 如果我是北京东方 我觉得它当然比较在乎 跟台湾的关系了 在台湾的关系 因为台湾的关系 香港是它一国两制 香港已经回归了 香港问题相对来讲 好解决 因为人家再怎么干预 那是我国内的事情 北京可以这样讲 虽然会赔上什么呢 会赔上香港的一些形象 其实你在看 本来在APEC开会的时候 本来国外一些媒体报道 就香港的这些占中行动 会不会劫持了 北京的外交布局 比如说北京它在APEC 它想展现出了大国风范 它想展现它的一个 什么样的亚太一体化 或者互联互动 它整个布局 那如果香港的一个 或者说跟美国的 形形大国关系 香港的事情 如果这时候忽然升高的话 那美国总统欧巴马 一定会提说 这个香港的问题 那么北京就一定会反驳 那这样子呢 新型大国关系呢 整个发展的路线 等于就被香港 就像劫机一样 就被它劫持了 被你偏离了轨道 后来发现 没有没发生 没发生 就是香港还是 持续在那闷烧 火还在烧 但是北京的这样 一样它很成功的 完成一个外交的事件 它并没有 并没有 这样的它的整个行动 被偏离了航高 的确 所以北京觉得说 你觉得香港这样的 你到这里还会对北京的影响力 造成什么样的 名誉上的一个伤害吗 当然不会 所以北京 对香港的重要性 就是叫梁振英自己去处理 梁振英自己也不处理了 他到韩国去什么 他叫个警察去处理 他觉得这是政治问题 司法问题 就是你们违法 那你们违法 那让警察去执法 这很简单吗 不要把它上纲到政治上 梁振英就老神在在就放手了 所以这个就相对好解决 那台湾的话 充满一些不确定性 因为第一 我们都假设民进党2016年 可能会执政 会不会真的选出来 也不一定 你这一年多 台湾的政治 谁算得准 如果国民党真的振作起来 不见得2016一定是让给民进党 那民进党就算他执政了 他也不见得一定会破坏两岸关系 可是那叫民进党 他怎么样去找寻他的权力的基础 所以台湾还在一个盘点的 一个重整的过程 那中共当然也在看了 所以他就为什么 他避免刺激任何一个党 所以中共以前朱镕基时候 对台湾的选举 过度的干预 就造成整个反弹 那么现在北京也很清楚 他们不能再助选 他不能再开玩笑 他们说他们是助选员 对 北京现在 我觉得北京唯一的另外一种考虑 就是 现在很多的大陆的观光客到台湾 他们虽然有的人 他当然是 他们看选举 有时候看得很嗨 那么陆克来台湾 一直在看政论节目 看得很嗨 二则就是很多人就参加 他就看个选举 哇棒 所以我很多的一些大陆学生 就跟我讲说 我真羡慕你们 你们起码可以投票 我们连票都没把头 所以北京可能也要担心 他可能这是他另外一个小担心 但是两岸关系大的一个变化 我想他就看 那你说关切的程度 那绝对是超过 绝对超过是他对香港的关系 好的 非常的好 这个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很不错的比较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的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跟大家来分享 其实九合一选举的一个 跟两岸关系的影响 还有就是这个香港的占中行动 可能要即将要落幕 这样的一个两相比较之下 我们得到很多新的视野 我们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的连线 谢谢您老师 谢谢